吉娜为婆婆庆生 看来朗朗不用担心 婆媳问题 12月12日 朗朗妈妈一组庆生照片曝光 照片当中有儿媳吉娜 却没有见到朗朗 不过吉娜和婆婆的关系是非常的融洽 之前在幸福三重奏节目当中 吉娜表示自己的中文就是跟着婆婆学的 很多网友也笑称难怪有一股东北大茶的味儿呢 朗朗与吉娜·艾丽丝·雷德·林格尔结婚之后 大家对他们家的关注度提升了很多 尤其是朗朗吉娜夫妇录制了综艺真人秀幸福三重奏之后 更是圈粉的 没想到两个这么有名的钢琴家 私下里是这么真实有接近戏的 在晒出合照中 吉娜依旧是一身比较简单的穿搭造型 上身是一件较为修身的翻领衫 下身搭配牛仔布 将它的龙龙松子展现的灵力品质 就算是简单的基础单品 也能够穿得非常好看 毕竟身材好是行走的衣服架子 头发扎起来丸子头更显静致又活力 吉娜搂着合伙的肩 看上去就像其手女儿一样 关系特别的亲密 她的婆婆也是非常精致范 过生日的时候 自然会打扮得漂漂亮亮 显得格外年轻又会有气质 穿了一身蓝色皮大衣 气场和气质都非常的强 生了年轻的女人 穿衣搭配更有质感 毕竟人们长寿 好气质才能够呈现出高级感 不得不说 朗朗的妈妈一看就是气质很不错的女人 优雅又专装 不自觉的散发出贵吉娜 吉娜和婆婆的关系确实非常的好 之前还被拍到一起走机场呢 婆希俩手玩手非常的细腻 一路笑容一路上笑容都化在脸上